哈囉 主播 各位觀眾早安 我們現在仍是來到了 台北1001的證交所 因為今天就是萬眾矚目的 星宇航空上市第一天 而今天K董張國偉 也是直接來到了現場 來跟大家說說話 我們來聽聽K董張國偉 實際講了什麼 今天心情怎麼樣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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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 好 大家六年多的時間 從開航到現在也大概四年多 一路走來 這個風風雨就像外面的風雨一樣 不會艱難 代表今天的這個寫照 雖然沿路風雨交加 我們還是屹立不了 然後面不改色的 非常不要臉的就走進來了 好的 我們可以聽到張國偉本人 他今天表示非常的開心 因為六年一路走來風風雨雨 終於是走到了上市的這一步 他也感謝大家 對於星宇的幫助與幫忙 而且他也是特別可愛的提醒到 他本人是沒有在炒股 也沒有在教大家 是線上操作的 請大家千萬不要受騙 而接下來呢 他也希望這個星宇 可以帶領這個精品航空 走向國際 更讓台灣的這個航空業 整體是越來越蒸蒸日上 而以上就是現場的最新 讓我們把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公司營運就像飛機一路往上衝衝衝 星宇航空將在10月25號 從星貴轉為掛牌上市 而K董張國偉也大手筆 為員工送上福利大禮包 星宇航空真的大放送 只要你是這裡的員工 不分年資每個人都能以每股20元 也就是每張2萬的價格認購股票 每人限購11張 也就是說如果以14號的 新貴收盤價29.8元來看 每張價差大約1萬塊 如果買滿11張 最多就能賺超過10萬元 也讓網友超羨慕 紛紛留言是給員工發財的機會 還問K董還有缺嗎 而除了員工福利滿滿 15號開始一連三天 也將公開申購 還滿看好的 K董還做得滿有心的這樣子 所以應該是滿有潛力的 年輕 有本事 而且很爭氣 這個人會成功 我會買 而星宇航空這次上市的股票 分為8成 以每股平均23.28元 競價拍賣 剩下兩成 則是每股20元公開申購 79900張 每個人限定申購2張 而星宇不只上市讓人期待 還有亮眼的營收表現 累計今年前三季營收 達到259億元 創下歷史最高 雖然是沒有辦法像 國內那兩家航空公司 賺很大的錢 可是去年也達到損益平衡 小賺了1.5億左右 面對年底的航空旺季 除了星宇準備上市 長榮航空往西雅圖航線 也在每週多加3班變成10班 甚至推出日本航線包機 而華航非奧克蘭和札晃 也從12月初開始分別增加10和14班 華航也拼轉一班版上市 各家業者超前部署 就是要來搶賺年終紅包錢 東三才選中文軍網平台北報導 北斗可以看我先名嗎 你有筆嗎 有筆 各邊 謝謝 謝謝 北斗 北斗這裡 你再來 我怎麼第一次來 這要多久 你怎麼這麼多錢 這是新的 你迷失沒有 好 好像您有說到自己英文比較不好 可是今天好像表現得很好 也沒有吧 英文好不好其實就是個溝通的工具 重點是大家聽得懂 因為我們也不是要當英文老師 對我來講那不是我的職業 我們本來就台灣人 英文沒有講得那麼道地 基本上外國人也是都可以接受的 對不對 不用在這個議題上面 特別再去琢磨這些東西 我們生長在台灣 也有很多人不會講所謂的閩南話 那是不是就不叫台灣人啊 這個也不能這樣講 很多人在網路上說 你還不是靠你老爸的遺產 我跟各位講 沒有錯 在這個機會 我也要特別感謝我過世的父親 今天沒有他的栽培 我今天沒有這樣的成就 今天沒有他的遺產 這個我實話實講 我這個人絕對不遺產 很多人在網路上說 你還不是靠你老爸的遺產 我跟各位講 沒有錯 我一點也不覺得 這個有什麼不對 可是我善用它 貢獻回饋給國家 貢獻給社會 貢獻給社會 我坦安疑對 我沒有拿去自己去遊玩 自己去幹嘛 我努力的把他的遺願做好 然後努力的 從以前他在世的時候 就對國家對台灣非常的有熱情 也非常關懷台灣的一些發展 那當然我沒有辦法像他那麼神聖 我僅值於在我航空界的專業 我幫忙把台灣的這個 我們的民航 可以繼續讓他發揚光大 讓國人出國可以更安全 然後品質可以更 這位置有搭過航空公司的老闆董事長 然後開背景 載你回去嗎 沒有是第一次 真的嗎 我覺得以後也不會再有 應該也不會 我們跟鏡頭比例 1 2 3 今天是1月23號的下午3點 然後我們今天要做 星宇航空的首航 而我們做的這一班 還是K董、張國偉、張董 直接開回台灣的 其實今天的飛機 delay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很晚飛機才降落 所以其實大家都站得有點不太團 但是一下來以後 K董就跟大家會不會說他 每個人都很開心 到那個首航登機證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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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們 全部的人都在錄影跟拍照 這就是應該是今天delay的原因 地勤在下 絕對是真的 他在每一個人椅子的 這邊他都放了一個小 跨背腳枕頭 都沒禮遺垃圾 也就是你們所謂的螢幕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這邊是機長張國偉為您報告 非常歡迎請代表星宇航空 歡迎各位來搭乘星宇航空 JX20400機 從馬卡奧到台北 我們希望您從現在開始 可以非常容易地 relax 謝謝各位大家 謝謝 你這輩子有搭過 航空公司的老闆董事長 然後開飛機 載你回去嗎 沒有是第一次 我覺得以後也不會這裡 應該也不會 對啊 一直到起飛之前 我才有機會 好好欣賞我剛剛拿到的 這個紀念登機牌 他附的這個耳機 跟一般的耳機不一樣 他是附的這個耳造式的 飛機起飛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的心情都很好 不難看出這次星宇航空的魅力之處 機上電影都還蠻新的喔 螢幕下方有USB充電孔跟耳機孔 也可以隨時透過螢幕 看到飛行資訊還有所在位置喔 星宇航空也提供了機上Wi-Fi功能 文字訊類是免費的 其他則要付費 所以先傳訊息給我媽媽測試一下 因為恰逢冠狀病毒的傳染期 這也發了注意事項 空服員也都戴著口罩上工 真是辛苦了 馬上就要進到大家最期待的 飛機餐部分啦 可惜我們這班配到的是鴨肉 不是大名鼎鼎的胡同燒肉 我已經多久沒有看到體驗的那種 刀叉 感覺不錯 很假的 會讓你吃起來覺得這是飛機餐 它會像讓你在外面吃到餐廳的肉質感 那雖然這樣比喻不是很恰當 但是如果你是經常坐飛機吃飛機餐 你就知道我大概在說什麼 旁邊是這種美奈米的這種容器 我們都知道一般很多那種機上餐 它會是有西薄的那個盒 然後它在加熱的時候 那天天的白飯 就很容易硬掉或乾掉 但是它的米飯 完全不會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要值得震撼一點 我們就下次見啊 謝謝大家 讓我們也繼續努力 盡量的把這個活動做到大家的滿意 謝謝你 很快的一個多小時的航程結束了 但大家還是意猶未盡啊 超狂 到底是一家航空公司還是網紅公司 掰掰 掰掰 要轉了嗎 這樣不行啊 要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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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幫我 我幫你怎樣 你要講要我要幫你幹嘛 是他可以合照嗎 可以啦可以啦 可以啦 Kton我覺得你今天跟 這個爸爸講的話 那個好感性 很感性 對啊我剛剛在澳門這邊 我今天特別從香港 然後大家傳到澳門 為了做這場回來 哇靠你也太多心了吧 感謝你 謝謝 女生的福利就是這樣 是不是 我頭髮都翹翹的耶 沒有關係啦 沒有人在意這個啦 沒有人在意這個啦 沒有人在意 沒有人在意 danی 幫你 你 會 進來 在意 你 你 可以